第3只眼睛 知情网友披露 其中有一个被打的女孩家属的赔偿协议已经谈妥 传唐山打人设施烧烤店已经低价转让 正在搬迁 因爆料铁链女事件内幕被大家熟知的交友女孩发推文称 经在多方探访与内部信息 目前得知的最新情况是 唐山打人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协议 仅仅有一个谈妥了 其余三人还没谈妥 骄傲女孩表示 至于受害人去世与否 唐山坊间传的沸沸扬扬 托朋友问了很多人 甚至是政法系统的都不知道真实情况 仅仅说情况很严重 不过呢 有一个诡异的事情 太平间成了禁地了 便衣把手不让靠近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四位女孩凶多吉少呢 是不是真如坊间流传的那样四位女孩 真的全部离世了呢 咱们且不说这几个女孩是否尚在人间 但就仅凭这几个视频 这几个兽类不如的东西 这么猖狂 这么狠决 也足以警醒更多的国人了吧 也会让更多的国人明白 这是个人间炼狱吧 当然除了那些洗地的五毛以外 那些连兽类都算不上 这几个禽兽的所作所为呢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黑社会 以及警匪官匪政匪勾结的黑幕 有多么可怕 在这里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啊 我们今天的焦点尽管是唐山 但唐山黑社会代表的不仅是唐山本身 这是全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缩影而已 而关于唐山黑社会 远不止我们目前了解的这么一点 更可怕的黑幕相继被爆出 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呢 在近日发布了一个超级重磅的文章 下面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令人发指的内容 手段之恶劣 案件拖延时间之长 绝对是唐山社会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这个案件到现在也是悬而未决的 而看到这个案件呢 就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恶行案件 也能进一步印证 为什么这件事之后 那么多唐山市民出来揭露黑社会 包括内蒙古那个被黑社会群而入的 别派出所11年后才敢喊冤 张凯律师说呀 这次烧烤店事件发生在唐山市陆北区 并非偶然 烧烤店事发后呢 陆北区多人开始实名举报 受黑社会侵扰 也许陆北区呢 是一个早就应该被揭开的黑暗盖子 而直到今天才被众多的冤魂 敲打出了一条缝隙 张凯律师呢 接着介绍了他曾代理的唐山鲁正案 作为研究唐山黑社会的样板 鲁正唐山人同样住在唐山市陆北区 2007年4月5日下午3点 鲁正在自家的小区院内 被两名持一尺长的砍刀的男子一顿乱砍 砍完呢 又遭他们用车撞 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杀人案 案发后呢 唐山市陆北公安分局承诺命案逼迫 但是经过十几年所谓的侦查 却没有查出任何结果 鲁正死后呢 其家人在家里的保险箱里 找到一份鲁正的控告书 上面写着 厂区内有一个组织杀人绑架吸毒 星期一早晨外环的无头实案与他们有关 这个组织有跟踪监视监听行动电话等设备 在公安内部有耳目 唐山一系列的杀人案都与他们有关 一单50万 大家想想看中共搞的天眼工程 遍布全中国的摄像头 人脸识别 手机网络监听等等 全方位的监控着每一个中国人 可以说呢 他想监控谁 想抓谁 几分钟内就可以精准定位 你在哪 你的一举一动 他都可以掌控 但为什么这么邪恶的物种 却没有被发现 可见中共的监控网络 不是用来预防犯罪的 也不是用来攻破各种刑事案件的 而是用来监视老百姓的 看看谁对政府有微词 看看哪个律师 想帮弱势群体维权 哪些有识之士 也要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想法 哪些人信神不信中共的 我们再看鲁正死前留下的控告书 他说厂区内网络着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在公安内部有耳目 他提到了这股黑社会势力 有用来跟踪监视别人和监听行动电话的设备 这些专业的东西是谁提供的呢 会不会跟公安内部的耳目有关呢 而且这些公安内部的耳目 到底是耳目还是这股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呢 如果是耳目 什么职位的人 什么来头的人 才能给这些人安插到公安部门 如果就是保护伞 那到底有多少个 他们公然接担杀人 杀一个50万 把杀人当成了生意 那公安内部的这些人是负责接杀人生意 并负责指挥的人 还是案发后负责办事的人 这哪里是可怕 这简直就是可怕到了极点了 这次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呢 这几个流氓混混 惨无人性的往死里殴打 伤害并有可能已经使几个小女孩死亡的案件 能仅仅受燃吗 张凯律师又说 唐山烧烤店事件 打人者协同一致 动作娴熟 有明显黑社会迹象 在低档餐厅欺负女性 说明他们只属于黑社会的最底层 小混混级别 黑社会与白社会一样 到一个地方办事也需要打招呼 一个地方的小混混可以肆无忌惮 往往是因为背后有庞大的黑社会体系的支持和鼓励 张凯律师说 2019年中国启动扫黑除恶行动 有些地方呢 把扫黑除恶政治化扒高 其实啊 不仅是政治化 而且呢 是商业化 因为有些压根没有犯罪的企业家呢 被抓起来 不但可以被他们当成黑社会 来充数夸大自己的政治攻击 最重要还能借机 抢夺资源和财产 实现合法敛财 而真正老大级别的黑恶势力 却总是逍遥法外 黑社会的执行呢 一定需要有保护伞加持 老大呢 也都不是以犯罪分子的面目出现 他们会包装成企业家 并进入一个城市的经营社交网络 黑社会日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生态呢 这让真正的扫黑除恶变得非常艰难 这次唐山烧烤店事件呢 引起众人质疑的原因之一就是 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已经进展了三年 为什么还有这样恶性的事件发生 这就是说呀 中共的所谓的扫黑只是给自己一个抓捕好人 抢夺真正民营企业家财富的幌子而已 那怎么不抓真正的黑社会呢 因为真正的黑社会正在协助中共 干着表面打黑实质黑打的勾当 真出事的时候呢 偶尔也抓一两个底层的小混混 掩人耳目 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扫黑 而中共治下的黑社会呢 也是这么养肥的 相比之下呢 中共才是黑社会的大老板 中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 最没有人性的黑帮 我们继续跟张律师回顾 他两年前所代理的唐山鲁正案 鲁正被砍杀后呢 唐山市陆北公安分局立案侦查 并承诺的命案逼迫 十几年也不见动静 而其家人在家里的保险箱里 找到的鲁正生前所写的控告书 却揭露了唐山市公安局 作为当地黑社会后盾 协助黑恶势力杀人约获的 骇人黑幕 杀一个人五十万 这分明是当地公安和黑恶势力 携手打造的杀手公司 在这份控告书中呢 鲁正写下了这个黑社会组织的 两位幕后大佬的电话号 而电话号之一就是当地黑社会头目 高齐 鲁正家人在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份文件 以为可以破案迅速给当地公安机关提供 但是公安机关却置若网文 甚至没有对高齐传唤过一次 鲁正临死的时候呢 不断的和医生说 照C某 C某呢是唐山检察院批捕出长 现已退休 百度搜索 2010年C某为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这个重要的线索呢 公安机关本来应该去调查 但陆北分局却以C某是公检法系统的人 同样执着网文 连一次询问都没有 看来公检法系统的都有特权呢 鲁正女儿说 她爸爸鲁正一直在做物资生意 2006年就在C某引进下认识了高齐 这就是他们家灾难的开始 高齐鲁正C某一起入股合作买了一个钢厂 C某呢是暗股 而C某是鲁正与高齐唯一的交集 这本是一个股份制企业 而高齐要强行把共同企业的资产私自卖掉 鲁正不同意 之后高齐组织多人手持凶器棍棒 围堵鲁正 这都是标准的黑社会的方式 鲁正呢是个生意人 认识高齐后才知道 高齐在唐山很有名 当地有南高山北高齐直说 高山在十多年前坐了牢 但高齐势力越来越大 把持当地矿产等资源 鲁正得罪了黑社会 也预感到自己生命有危险 把自驾的窗户外安装铁丝网和监控录像 甚至打算换一个城市生活 但一切都没有来得及 鲁正死后呢 家人四处告状 但是十几年没有任何破案迹象 公安局每次都说 我们已经把此案定为重点案件 以缺少线索为由一直推托 大家想想 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 怎么会抓自己保护的东西呢 这是体制之恶 中共的系统就是一个特大的黑帮系统 他们内部的人持有暗骨 明面的脏事呢 有黑社会做 他们坐享渔翁之力 2019年底 全国扫黑除了 此案呢 指定由河北省廊坊管辖 又是廊坊 而廊坊公安指定 安次分局立案侦查 跨城办案 换了公安机关管辖 放了十几年的案子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鲁正案的直接凶手 张建军刘旭光落网 高齐被通缉 但高齐被通缉的时候 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跑了是因为得到什么内部信息了吗 有证人表示 通缉前一个月 在唐山市一个葬礼上 还见过高齐 这简直就是演电影啊 直接行凶的被抓了 后边指使的跑路了 小货货随时可以被抛出来 而大哥必须被保护起来 但风声不紧之时呢 在继续上演 横行霸道 祸害百姓的戏码 凶手张建军 刘旭光呢 只是高齐公司的两个小保安 案件显示呢 他们平时也不干活 就在门房里待着 听高齐指挥 这次呢 开着桑塔纳车 带着刀 在鲁正家楼下等着 见到鲁正就一顿乱砍 他们也没有任何反侦查意识 连车牌都没有摘 可见平时有多么的嚣张 也可以看出 他们背后的保护伞 有多么强大 战建军 刘旭光最后被狼坊 安次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16年徒刑 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 故意杀人案呢 社会影响都有多么恶劣 可是呢 最后被判为故意伤害罪 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只坐16年牢 只要不是被执行死刑 就有可能提前出狱 因为毕竟 后边有保护伞了 不知大家听了 鲁正案是什么感觉 可是别忘了 鲁正在控告信里说的那起无头事案 也从来没有被唐山警方提过和破获 这说明还有穷雄极恶的凶徒流窜在 也许是唐山 也许是某地的某个角落 你不害怕吗 而大家看看这起发生在烧烤店的恶性事件 跟鲁正案是不是有些相似之处呢 随着揭露唐山黑鹅势力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些都只是唐山黑社会的冰山一角 而唐山也只不过是中共统治下的 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角而已 那么是谁培养并扶持了这些黑社会 给了滋养他们的温床 是谁让那些无权无视的普通 善良的老百姓活在恐惧之中呢 又是谁把五千年的好好的中国 变成了今天的人间烈狱呢 聪明的人呢 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 还不赶快远离这个恶魔吗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唐山后面事件呢如何发展 我们会继续发掘消息